歡迎收看我的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要來介紹這個內分比定理 內分比性質啦 有人講內分比性質 那先跟大家講一下它的這個結果 它使用的方式 就是說如果今天三角形裡面有一個角A 內角A 它叫內分比定理的原因就是因為它是內角 那有一個內角A它被一條線平分了 也就是你現在看到的這個A珠呢 是A的角平分線 這樣子的話這條A珠 跟BC交於珠這一點的話 那它會有一個結果就是說如果今天 AC是X 而AB是Y的話 那它分過來這個珠這一點會把這兩個地方 剛好也分成X比Y 很特別的一個結果 那我們等一下一樣會推論 那我們在上一集介紹那個 直角三角形斜邊上曲高的時候 我跟大家說結果不要記 那要會推論 那內分比性質呢我也希望大家會推論 但是呢我希望大家結果要記 因為它的結果實在是太漂亮了 太直接可以使用了 就是如果今天這個 這邊AC比AB 然後這個對角角平分線切過去 那就會是X比Y 那而且我相信啦 大部分老師教的話 學生也通常都會記住啦 所以也不用我多講 就是說簡單記的就記起來 簡單又常用的就記起來 那麼 為什麼會如此呢 我們可以做一個小小的這個證明啦 如果今天齁 一樣剛剛那個圖把放大 把這個A珠延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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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這個過 做C點 做 CE直線 交 A珠直線 於1點 而且 我好像有寫反了 我應該先寫 因為這樣沒有 沒有交代這一條 CE直線到底是幹嘛的 講 CE直線呢 他是平行AB 平行AB 而且CE直線 交 這個 A珠直線 於1點 可以嗎 就說我在這裡 做一條平行這個的線 那怎麼做 好 好 那老師時不時問一下啦 但是這個做法 我們已經講過很多次了 就是用 同位角相等 或者是你也可以說用內處角相等 就是去產生 我在這邊嘛 這個角是要會等於這個角 所以我在這邊 假如我要有尺龜做圖記號量一下 然後在這裡 量一下 然後量一下 量一下 然後把C點跟這一點連起來 這樣因為內處角相等 所以這條是平行這條 那這條跟這條的延伸線角度交在1點的話 這個時候呢 因為他們兩條平行嘛 所以這一個角就會等於這個角 此時 角C E珠就會等於角 AB珠 那BA珠 而且會等於角 珠AC 那這個角 這個角 它會跟這個角一樣 這是因為內處角相等 這條跟這條平行嘛 這兩個角是內處角 接著這兩個角又一樣 對不對 那其實這個 我們在之前平行那一張 有一再強調這件事情 就是如果你出現平行 然後又角平分有沒有 那就會出現怎麼樣 等腰 所以呢 C1 就會等於AC C1就會等於AC 可以嗎 那然後因為這兩個角一樣 同時這兩個也是那個 因為這就是這兩條平行嘛 所以這兩條平行的話 這兩個角也是內處角 這個常常在相似型的問題裡面看到嗎 兩條平行線 打一個叉叉這樣 所以上面上面 上下兩個三角形是相似的 那麼 於是呢 因為這兩個角相等 這兩個角相等 所以這是相似三角形 所以這邊比這邊 就會等於是 它的邊 就對應邊比是這一邊比這一邊 可以嗎 因為位置不夠 你可以自己補完這個證明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 我寫在上面 第二點呢 就是因為 這個角等於這個角 角E等於角B A 豬 角B 等於角C 豬 C E 所以三角形 AB 豬 相似於三角形 A的對應角 A的對應角是E E C豬 那 於是就可以推論出來 C豬 比 B豬 就會等於 C1 比 AB 到目前有什麼問題 就是 第一步做出這個 然後告訴你這兩邊一樣 第二步發現這裡是一個相似型 所以這邊比這邊是這邊比這邊 然後就把這兩件事情合起來 你就說這邊比這邊是這邊比這邊 然後因為這個又跟這個等腰嗎 所以 C1比AB就會直接等於 A C 比 A比 那這樣就正出來了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有 一個內角被平分了 的話 那麼你的 平分的這條角平分線 把對邊切成兩段 那麼 紫色的這一段呢 跟 橘色的這一段的比 這個比例 這個比例 就會和 這個比例 他這一邊的這一個 和他這一邊的筆 會一樣 這就是內分比性值 內分比定理 可以嗎 那有內分比定理就會有 外分比定理 也不能說就會有 但是就是有 是的有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 有一個三角形 ABC 三角形ABC 我們來看放大版 三角形ABC 三角形ABC 有一個外角 這個外角被C住 這條線平分了 平分了之後呢 那如果他 這個跟AB的延伸 交在低這一點的話 那會發生什麼情形呢 就是這個腳平分線 切過來 跟AB的延伸交在低一點 那我就用講的 我就不寫了 這個 因為這證明也沒什麼好 一定要考的 但是就是讓你知道 他的原理就是 兩個步驟 我們剛剛兩個步驟嘛 利用什麼 平行線和 平行線和腳平分 產生那個 等腰 就有邊產 兩個邊會一樣 然後再利用 平行線裡面有相似型 相似型 對應邊的比例相等 再去轉換 這樣就可以了 所以這題其實也一樣 那我們來看看 如果我一樣過低點 做一條平行PC的線 交在這個一點的話 那麼這個時候 因為這邊跟這邊平行 然後 這邊右腳平分 所以平行的話 內處角會相等 所以這個也是圈 可以嗎 那所以 這就是兩條平行嗎 然後這個是內錯角 上面這個圈 跟這個是內錯角 所以這個也是圈 那所以這裡又等腰 所以我就寫結果 C1 會等於 D1 利用 腳平分和平行線取的這個 第二步 那也就是說這兩條 我現在標紅色的 這兩條是等長 然後呢我們還可以發現 這個 鞋上面第二步比較重要 這裡有一個相似型 有沒有這裡有一個相似型 平行線 所以AC比BC AC比BC和對應邊A1比D1會一樣 那因為剛才講 D1就是CE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可以把這個 D1呢 換成CE 就很單純 把D1換成CE D1 也就是 整條和這一段 就會是 這個和這個嘛 那這個時候整條和這一段呢 因為這邊平行線 又對過來 整條和這一段 那所以這樣就會得到這個 所謂外分比性值 他寫的就是說 當這裡有一個外角 一條線切過來到珠的時候呢 所謂外分比性值 就是這個時候 A珠比B珠 也就是 整條和這一段 會等於 AC比BC 我們整條的用 整條和咖啡色這一段 就會等於整 這個 AC 就AAC比BC 沒有錯 就等AC比BC 這樣子 可以嗎 那你會發現 就是 摺進來有點 不那麼好看啊 那所以其實那外分比性值 在使用上 是不如內分比性值的使用 那所以很多的教材 他其實是 把內分比性值 視為課內 一定會交的 就是 在章節裡面的 那外分比性值 視為補充啦 但是我們在這裡 就是稍微都講一下 來看一下 之前留下來的作業啦 那這個問題 我們好像在 平行四篇行那邊 教過嘛 那我們在平行四篇行那邊 的時候說 這個問題 你可以怎麼樣 做 對角線 做好對角線之後 把對角線相交的這一點e 也垂直下來一個e' 叫小1啦 那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遮掉上面 如果我們遮掉上面 你會發現這有一個T型 A C 小C小A 那這個 這個 你會發現 A1是中線嘛 所以這個時候他說 4加 不知道這個多少 4加問號 會是兩倍中線 對不對 那如果你看的是 中間這一個 這裡有一個T型 有沒有看到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是11 這個是5.5 11加上5.5 也會是兩倍的 這個嘛 對不對 所以你就很容易會發現 那這個是 16.5-4 問號等於 12.5 這是T型重線 接下來看下面這個問題 平行四篇行 然後 如果在 A B上面 取2比3 的這個點 分點是 1 連接 D拉出來 和 B C交於G 和中間交於1點 那他說什麼呢 他問你的是 E F比 G F E F比外面這段 G F 那要這樣子比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你要比到 G F的話 這裡有個相似三角形 G F 跟大的 這個可能 可以比 但是E F怎麼比到大的 大的那個三角形呢 如果我是要比E F 同一條線上 這裡倒是有一個相似三角形 對不對 那也許我們不是一步到位的 那還有很常見就是這邊也有一個相似三角形 對不對 所以在那個相似三角形那一章裡面的一開始 會有一種題目就是請找出 這個圖形裡面的相似三角形 那我們看我們剛剛已經找到這麼多個了 好 那麼所以呢 就有很多方式可以比到他啦 這裡是3比2的話 3比2 那整條就是5啦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5 可以嗎 那這樣子如果 如果說E F這裡 我們比上面跟下面 上面是3下面是5 所以E F對道的對應邊是這個 那他也是3比5 這樣可以嗎 好像快比出來了呢 為什麼呢 這一條有這一條有 那最後不是也要問這一條嗎 這一條連線我剛剛說的嘛 這裡有一個 相似型 所以在這個 珠CG中 這一條跟這一條是2比5 所以這個跟整個也是2比5 對不對 所以三角形珠CG 我們只寫最後一步 三角形珠CG中 FG 也就是他問的上面這個曲線的 比上整個珠G 2比5 那也就是說FG比上 外面這個不要 這一段不要只看這一段 珠F呢 應該會是2比3喔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如果我把E F叫做3A 珠F叫做5A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會發現整條是8A 所以 FG 等於 3比2 八分之 8乘以3比2 三分之16A 對不對 所以E F比FG是 3比上三分之16 也就是9比16 可以嗎 那我們來看看還可以怎麼比 也可以 你也可以從 左邊我們剛剛說左邊這裡有嗎 左邊和右邊這一個 可不可以比呢 也是可以的喔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3比5嘛 所以這裡也 這裡比這裡也是3比5 再用一個綠的 對不對3比5 那左邊這個三角形 反正已經震出來了齁 畫錯一點 跟右邊這個也是可以的嘛 所以我們這個寫法E 跟右邊這個 這兩個是不是相似型 對不對 因為這兩條平行嘛 那他的邊長比呢 是3比5 所以這邊比這邊是3比5 所以我們可以發現 D1 比上 EG 會是3比5 那麼因為D1是5A 3比5是5比多少 就是乘以3分之5 所以是3分之25 所以EG EG是3分之25 然後扣掉EF是3分之9 就是3A嘛 所以 FG 是3分之16A 這樣也可以 可以嗎 你看這樣這一題 有兩個解法 然後來看這一題 來看這一題 他說這裡有一個平行四邊形 然後呢 我如果把這邊2比3延伸上來 再拉下來 跟B交出一個三角形 然後問這個問號的面積會是多少 如果這一塊 被切掉的面積是3的話 那麼我們可以這麼看啦 首先邊長比3比2 有很多方式可以切入啦 你可以先把這個小的跟大的比 跟大的比完再去跟T型比 然後再想T型跟他的關係 但是這樣子 因為你最後要算那個T型跟他的關係 會比較難算 比較麻煩 所以我們先解決這個比較麻煩的東西 也就是說 這裡邊長比3比2 也就是3比5的話 那麼這邊 這邊比這邊是 3A 5A 可以嗎 然後那這個是 這個就2A囉 對不對 也就是說呢 他們在同一個高底下 這個三角形 B C F呢 他其實是 假如說2A乘H除2嘛 對不對 那這個T型 這個T型呢 A B F T型 他其實是3A加5A 乘以H除2 那其實我們這個乘H除2都不用算 我要的只是下面這一句而已 也就是三角形 B C F呢 他比上這個T型 這個T型 這個T型 AB F D 那他其實會是2A比上8A 也就是2比8 1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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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於等於等於好了 這樣子可以嗎 好那1比4的話呢 也就說這個是3啦 那麼其實T型的 T型 AB F D 其實是12 可以嗎 那麼然後 那來到 既然我下面這個T型有了 這個就沒有問題了 整個三角形和T型的比呢 三角形和整個大三角形 三角形 D E F 比上三角形 A B E 那是 這個相似型編長比的平方 所以是 3比5的平方是 9比25 所以 三角形 D E F 如果和T型比 如果和T型比 那就是扣25要扣掉9 所以是16 所以我們直接 整一行 直接寫說他是 9個T型 AB B F D 那我就可以直接帶進去啦 16分之9 乘以12 所以4 約掉 等於 4分之27 這答案 可以嗎 OK 那我們這集的作業 這裡 這裡有兩題看起來很類似的題目 看一下題目 有一點點不同 看這一題 他在哪裡呢 他在這邊是直角 可是這邊沒有說他是直角 但是他說這裡是角平分線 但是這裡沒有說他是角平分線 可以嗎 另外 另外 任何一個凸四邊形 隨便畫一個四邊形 他的相鄰邊的終點連線 比如說我隨便畫成 畫的隨便一點 比如說這樣子 那我四個邊都取終點 那我把相鄰的終點連起來 都會圍成平行四邊形 是嗎 我這樣子 我這樣子任何一個隨便一個四邊形 終點 只要連起來 把他們的相鄰的終點連起來 就會變成平行四邊形 是真的嗎 如果是的話 證明是 如果不是的話 證明不是 下面 請用直規做圖 把線段AB分成三等分 這是我們下一堂課的重點 那我們這堂課就到這裡 好嗎